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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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觉得这个非常的有风险 我就勤势领导 我说这批病人必须在隔离病房里去住 我们是从晚上6点钟才开始收病 但是到第二天 已收了15个病人 从那之后 连轴转开始成为医护人员的工作常态 以往同期 武汉市发热门诊日均就诊人数在3000例左右 而在今年 这一数字最高层攀升至1.5万人 1月29号 湖北省卫健委披露 最高峰时 该省一天内有4万人到发热门诊就诊 从12月底 武汉陆续通报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 但都有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表述 2020年元旦 国家卫健委成立疫情领导小组 同日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关闭 2019年12月31号 2020年1月8号 1月18号 国家卫健委三度派出专家组赴武汉 期间 中国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后转为一级应急响应 并向武汉提供PCR检测试剂 1月8号 国家卫健委初步确认 新冠病毒为疫情病源 关于发病原因和传染性的研究持续深入 对新病毒的渐进认知的确需要时间成本 更让人痛心的是 疫情的迅速蔓延 2020年1月10号 全国春运正式启动 在九省通渠的武汉 有近500万人踏上路途奔向各地 这个说实话真的没有什么恐慌 因为我周围没有一个人有任何 包括那个小感冒都没有 没有出现任何人有那个情况 因为大家都没有引起重视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不会人传人可能就是感冒或者肺炎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经过调查分析 关于病毒是否人传人这个关键问题 终于有了结论 2020年1月20号下午 国家卫健委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 钟南山院士一锤定音 这个病毒会人传人 并呼吁民众戴口罩 及避免前往武汉 目前已经证实了有人传人 是在两个地方 一个在广东 一个在武汉 2020年1月20号起 包括广东 北京 上海等地 开始通报有确诊病例 国家卫健委于这一日发布公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了肺炎 纳入法定乙类传染病 按假类管理 同时间赛跑 与一模较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一直史无前例的封城令 于1月23号凌晨发出 武汉这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 在除夕前夜 心碎将至的时刻 选择了自我隔离 而病毒还在无情蔓延 一场人类与病毒的殊死较量 到来了 白衣无偏羡线 白衣无偏羡 黑山昏山山山脸山 无非包围长 炸面窝 热干面 小杆的马桶 将军的线 六渡桥的女子 大边山的汉 汉原的铁水 红辣天